大道之心也 殿下为功 全血与恨 将心修复 人无独己 己 己 无独自 己 自 迟到有所踪 装有所拥 拥有所长 幻幻无独 非几正 皆 有所长 拥有分 余有悔 我无心心意 也不常遇见 连年与青山百里长崖 为为送几香 平战 亚为 连年与青山百里长崖 浪在岗上灯红庄 为为 连年与青山百里长崖 浪在岗上灯红庄 为为 俩的 глуб断有所长 为为 臆天与青山百里长崖 为为 回 Large Church 为偿的天与青山百里长崖 为为 你站在高檔上想笑了 是誰在對你伸 伸長 一 二 回 天地眾孝孝當先 孝孝季是太平年 半部倫語至天下 遺風遺俗拜孝孝 孝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 孝是子女對父母應有的行為 孝是待人處事的根本 孝是俞身行道的穢石 大学院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踏白一种光 你在笑什么啊 我在笑你啊 为了明天这个日子 已经忙一个礼拜了 我哪有忙啊 还不都是一样 你以为你不提醒 我就不知道明天 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吗 哪有什么特别 明天是母亲节 也刚好是你的生日啊 你记得有什么用 要孩子们记在心里 回来帮我庆祝 那才有意义 你放心 博文和小华 虽然都在台北 忙他们的家庭和事业 老忘了我们两脑 可明天这么个特别的日子 要是还没晃在心上 那就太不长心眼了 你可不准偷打电话提醒他们哦 我要他们自己知道回来 我还真想念他们呢 好 喂 爸 不问啊 爸妈在吗 在在在 正等着你了 你等一下 我只要找你了 这下你开心啦 喂 博文啊 妈 我最近要填写一些所得税的资料 你的身份证字号再给我一次吧 啊 哦 好 A223416782 嗯 还有还有出生年月日 35年5月10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妈 博文 妈 有事吗 没 没什么事 就是你好久都没打电话回来了 妈妈想问你 最近过得好不好 还不都是老样子 就跟上回您看到的差不多啊 只是啊 我最近越来越忙了 为了多抢一些业绩 我已经好几个礼拜都不能放假了 所以明天你还要上班 不能回来了 明天 家里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要回去 没有 没什么事 妈只是担心你都一直工作 没有休息 怎么能够休息 上头盯得很紧 如果工作没有达到目标 我怕我会被裁员啊 那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身体 千万别累坏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妈 不能再聊了 我有电话插播 就先这样子哦 博文 妈再见哦 博文 博文 喂 曹经理 是 是 这孩子啊 压根啊 就没想到明天是什么日子 心里啊 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妈 你不要这样说孩子嘛 现在生意难做 商场竞争激烈 博文压力也很大 现在的社会都是这样的嘛 社会再怎么变 孩子嘛 总是爸妈所生 辛苦拉拔长大 一辈子的千千挂挂 这是千秋万事不变的事啊 你就不要跟孩子计较这些了 看到孩子们有事可忙 事业有发展 还不好吗 我们两个老了 只要把自己给照顾好了 不要让孩子反过来千千挂挂的 就是给孩子们最大的福气了 我看啊 我这身老骨头啊 也没几年福气 给孩子们弄 你别胡说 你不就是身子骨有点不舒服 有那么严重吗 对了 你不是才到老周 他儿子的诊所 去做健康检查 报告什么时候出来啊 老周说是今天 只要我的检验报告一出炉 他的医生儿子 就会马上给我打电话 你现在管这个事干什么 快点继续给孩子们打电话 博文不回来 还有小华 儿子 我是已经碰一鼻子灰了 女儿 换你打 我打 我打 喂 小华 爸 小华你怎么在哭呢 发生什么事了 喂 小华 你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快告诉妈妈 妈 胡熊和我吵架 他竟然 竟然说要跟我离婚 离婚 怎么可以这样 绝不可以说这种话 你就离啊 他以为我不敢啊 为了一点小事 动不动就说要离婚 这种日子 我也不要过了 胡说 吵一个架 就要离婚 那心如怎么办 你们 有没有为孩子着想啊 谁叫他要欺负我吗 小华 你不要只顾自己委屈 老师跟妈妈说 你自己有没有错 是不是做了什么 惹国兄不高兴 让他对你发脾气 我 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嘛 把案子带回家做 有两天晚上 我拿钱 让辛如自己去买晚餐吃 谁知道 国兄下班看到了 他就生气了啊 你看看 国兄这样哪里有错 他生气 不但是心疼辛辱 也是心疼你啊 社会再怎么变 压力再怎么大 一家人 本来就应该把握时间 好好相聚 不能老是各忙各的 失了本分 家就不成个家了 你都已经是当妈妈的人了 怎么就只顾着自己的委屈呢 妈 你说得对 我最近真的是被工作忙昏头了 忘了自己做母亲和妻子的责任 妈 谢谢你 你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给我最实质的帮助 我真的很幸福 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妈妈 你能懂是听妈妈的劝 妈才高兴 会的 我会听妈的话 好好和国雄沟通 对了 明天是星期天 我看和国雄商量 带心如去见湖山玩好了 明天去见湖山 是啊 心如啊 她已经吵了好几次 说要去见湖山玩了 好 好 这样很好 你们一家 可要玩得开心一点啊 嗯 知道了 妈 谢谢你 那就先这样咯 妈再见 再见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华 没事了吧 没事了 明天 几点回来 明天 他们一家 还要去见湖山呢 这些孩子 没有一个人记得 明天是什么日子 别生气了 看到孩子们高兴 我们也应该高兴才对啊 好在家里 还有个小玲能陪我们呢 别气了别气了 一会儿身子又不舒服了 爸妈 我回来了 小玲 回来了 是啊 怎么样 看同学们谈事情还顺利吧 妈 你以为我们星期六出去还谈公事啊 难道不是吗 我们是和同事讨论明天要见行的茶会啊 明天 和同事见急 是啊 慧俊要出国深造了 我们几个同事在想要怎么帮他庆祝 知道他爱唱歌 所以连KTV的包厢都订好了呢 爸妈 你们知不知道哪一家的蛋糕店好吃 我想帮卫军订一个巧克力蛋糕 还是水果蛋糕好呢 不知道 好了好了 你累了就进去休息吧 不然待会儿水牙升高头又痛了 走吧 走吧 我没去 你这么想起 我明天要睡 我要做卷文的 耶 要买什么呢 喂 请问是王伯伯家吗 是啊 你好 我这边是周建邦诊所 哦 我知道你是周伯伯的儿子 我爸今天还在等你的电话 我去叫他哦 不要不要 你先等一下 我想 有些事情还是先跟你们家属 讲一下比较好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爸爸的健康检查报告结果 有什么异状吗 很遗憾是 是肝癌 而且是默契 肝癌 这怎么可能 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喂 喂喂 一三一三 对不起对不起 王伯伯的检验报告在这里 不是你早上拿的那一份 那我这份是谁的 也是王伯伯的啊 你 怎么这么糊涂 被你气死 是谁在撩动倾斜 爸妈到底去哪里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他们说 去看老朋友 我也不知道上哪去啊 我真的好难过 从小到大 从读书 到结婚 从怀孕 到生下心如 都是爸妈在关心我 照顾我 我却从来都没有想到 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我的 我更自识 每年申报所得税 都晓得 申报抚养父母来结税 可是从来没有真正 效仰过他们一天 关心过他们 才会连爸生病了都不知道 我真该死 我该死 我更过分 只顾着和同事约KTV唱歌 庆祝 刚刚经过蛋糕店门口时 还看见门口写着 母亲姐特家 明天就是母亲姐了 我怎么忘得一干二净啊 母亲姐 我怎么也给忘了呢 心如的老师还特别在家庭联络簿上面写着 五月十日母亲节 要记得跟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今年的母亲节是五月十日 是啊就是明天 五月十日是妈的生日啊 什么 妈的生日 爸一定记得 可是我们都全给忘了 甚至不回来陪伴他们 爸一定是又生气又失望 那他的病 爸 我们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偏偏爸的检验报告又现在出来 那妈妈今年的生日该怎么办啊 不行不行 绝对不能让爸妈知道检验报告的事 至少在这个母亲节之前 我们一定要让她过一个既快乐 又难忘的母亲节 还有生日 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 不然也许以后 明年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一起过这个节了 爸 我不要 我不要 老刘他老伴 生病才没几个月 竟然就这样走了 人生真是无常了 幸好他们几个子女都很孝顺 虽然各有各的家庭 这几年也都一直陪伴在梁老师身边 嘘寒问暖的 刘太太这一生 也算是两无遗憾了 是 爸妈回来了 快 拆开眼泪 别让他们发现 爸妈 爸跟外婆 你们怎么回来了 早上不是才通电话说 妈 你忘了 现在有高铁啊 从台北回来一趟 很快的 是啊是啊 我公司临时也没什么事情了 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了 那个建湖商我们也不去了 心如吵着说要回来看外公外婆 对对对 明天的同事聚会也出状况了 所以都不去 可是你们早上明明就说 说什么啊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群孩子啊 真是调皮啊 早上说那些啊 都是骗你的 都是闹着完了 才好现在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对对对 爸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你们 你们 实在太过分了 这样让妈妈失望很好玩吗 妈妈以为 你们三个都不记得 明天是什么日子 心 都睡成好几半了 妈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别哭 你们在哭会把事情搞砸的 诶 你们怎么全都哭起来了呢 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啊 不就是跟妈开了个玩笑 妈妈说你们两句 真的哭成这样吗 妈 我们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你们别瞒我 一定出了什么事对不对 你们说啊 妈 你放心好了 真的没事啊 没事 明明就有事 有事就说出来啊 爸 我求求你别再问了 真的 没事啊 你们 说是不说 不说我问孙子 小孩不会说谎 心如 外公问你 他们刚刚到底说了什么 妈咪说 心如 不可以说 别插嘴 让孩子说 妈咪说 外公得到肝癌只剩下几个月可以 什么 爸 爸 是我不对 是我不笑 一直没有时间 来陪伴你 我们以为时间还很多 可是没想到 居然 胡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爸爸 是真的 总部播号儿子今天早上 在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啊 所以我才 所以你才打电话给你哥哥警戒叫他们回来 爸 我们知道错了 是我们不够关心你们啊 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老板 你别这样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医生 都这么说了 还能有假吗 爸 是我不笑 可是我求你 别这么快就对生命失去了希望 不管未来 时间还有多久 我们都会陪在你身旁的 是啊 爸 癌症算什么 你还有妈和我们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家人 要珍惜在一起的日子 互相照顾 互相关心 我要你和妈 像丑钱一样 那么乐观 那么开朗 爸 我们不能失去您啊 可惜 人生只有一次 错过的日子 已经不会再重来了 老天爷啊 难道你修人戏 看着我们这群已经指错的孩子 再也没有机会 补考我们不及格的校舍吗 难道 从现在开始 彻底反省 都太迟了嘛 如果 人生可以重来 我一定要做一个 比现在更孝顺十倍 不 一百倍 一千倍的女儿 如果还有机会 我一定不要加班 大家一定会来陪伴你们 如果还有机会 好 好 好 你们 起来吧 爸爸 有你们这些话 已经值得了 爸爸不管将来能活多久 爸只希望你们用现在的劫心 好好地去孝顺你妈 爸没福混享受到 就让你妈联络的福混一起享 你们可要让你妈在未来没有遗憾 我们会的 会的 我们会的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摸摸摸摸摸摸 是周医师欸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打电话时解冻报告拿错了 哎 赢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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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的身体还很健康 只有一点点小毛病而已 并不是我刚刚在电话中讲的那样 对不起 造成你们的困扰 真的很对不起 太好了 太好了 上天真的听到我们的祈祷 跟忏悔了 我们总 уп 還有機會不考我們不及格的孝順啦 謝謝老天爺 是給我這麼難忘又有意義的母親姐 爸 媽 謝謝你們把我生來這世上 謝謝你們今天 能夠如此健康 爸 媽 那個外婆 我的頭 管理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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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管是捐赠灾款或者物资或自主建立与灾区的讯息环道 投入许许多多资工人力 从提供灾区便当 协助灾户整理家园 清洁环境与运送物资 医疗护理到长期协助灾民重建 心理辅导与协助申请补助等 处处可借一贯地质白羊修士之大爱展现 流露出人积几积 人腻几腻 明包乌云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爱心捐款赠灾 两张支票 一百万五十万 合计一百五十万元 来赠灾 我们感谢美国一贯道总会 我们谢谢华卉祥 对他们的慷慨解答 我们由衷的感激 我们谢谢日本一贯道总会 接着 我们谢谢印尼一贯道总会 刘敬修典来代表天正女 这种的热情 真的是点亮希望的光伏 非常非常的感谢 谢谢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 武金翔点燃师理事长 接着有一个充满爱的世间 我们谢谢泰国一贯道总会 感谢他们的爱心故事 我们谢谢柬埔寨一贯道总会 肖家政点燃师理事长 我们谢谢奥地利一贯道总会 在各国的捐款当中 还陆续汇进来 合计新台币一千两百万元 这份的债款 我们由总会理事长 来代表捐赠给内政部 我们恭请立法院 吴志阳吴委员来代表接受 转政内政部 尤其本次因为八八莫拉克台风 造成台湾中南部产重灾情 我们一贯到世界总会 发挥天涯肉比铃海内存知己 道亲一家亲这样的情怀 刚刚也陆续地表达了 我们各国总会 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风灾 表达了一份关切之意 基于我们今天花大艳心 本来这个活动在年初就规划好 刚好在八月份遇到这么一个大灾难 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 又当中参与了 所谓爱心赠灾欺负大会 除了孝亲感恩之余 我们以天地众孝孝当先 一孝即是太平年 这样的修半道的理念 我们共同来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家园来做最美好的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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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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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